爱护地球,倡导环保是一不容辞的责任 配合世界地球日,马六甲奈木制公司 德州仪器公司及中央医院也响应这项环保运动 马六甲中央医院绿色小组委员会 在院内推动戒烟运动 并邀请慈济摆设环保摊位 对民众宣导环保,提升民众的环保省觉 医院本身就是要我们来配合 就是要让更多人了解到,省觉我们这个环保的意识 这些物品都可以做环保的 才知道说我们喝的包装水都可以回首 因为在之前不晓得的时候已经丢了很多 现在知道了就可以再把它设起来,然后一起给 今年三月开始,中央医院也推动每星期一零塑料袋 借助大家的力量,一起减轻地球的负担 而另一家耐木制公司,继2011年突破零废料处理 去年再进一步添购热能转换器 循环使用热能,不仅减少一半热能排放出大气层 也降低50%电源,真正达到节能减碳 容积过量的有害化学物品在里面 这也是我们需要减低的 减低我们对环境的伤害 也同样的我们身为一个企业 我们也有一定的一个社会责任 连续六年推动环保 耐木制公司也在今年邀请铃进工厂 一起响应世界地球日 我今天看了这样子,就想说 我们公司学一些代表机在这一方面的一些活动 爱护地球,不分你我 企业意愿付诸行动,共同为地球的未来努力 大眼新闻,马来西亚马六甲综合报导 感谢观看